国铁集团表示,2022年,全国铁路将继续高质量推进国家重点工程建设,预计将有3300公里的新线建成投产 2022年,国家铁路预计将完成旅客发送量30.38亿人,同比增长20% 货物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8.04亿吨,同比增长2.1% 高质量推进国家重点工程,投产新线3300公里以上,其中朴素铁路1900公里左右 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,紧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工程中涉铁项目 扎实推进沿江高铁、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工程 推动成都到兰州、大理到瑞丽、立江到香格里拉铁路等难点工程取得新突破 完善智能高铁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,推动智能技术在铁路更广泛的系统应用